游戏赔完整改 TT语音母公司却想要上市 半年亏损近10亿 日前 TT语音母公司去完网络 向港交所主板提交了上市申请 高盛 中金公司及杰富瑞为联系保健人 此前 TT语音已完成了1亿美元币文融资 参投机构包括经纬中国 蓝新亚洲等 招股书显示 2019至2021年上半年 去完网络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3.2% 78.57%和94.92% 不过 有业内人士也曾表示 游戏语音的互成和并不高 社交场景也难再突围 平台可能涉及擦边球问题